你是说杀我母亲的人来自巫族宇宙,他们为何要追杀我母亲? 这我们也不清楚,若是没猜错,你母亲也是巫族宇宙的人,不然也解释不了,你的修为会被这个宇宙排斥的原因,你的修为提升太快了。 结果还不是被十三封进塔内? 当年你一目之下,打破宇宙避障,这塔也随之进入这片宇宙,要不是十三封印即逝,这宇宙早就完了,那时候十三就猜出来,你母亲或许是巫族宇宙的人,为了修复你当年打碎的避障,十三逼不得已,跟时空乱流的人合作,所以,回来后的十三一起之下,将你封进鸿蒙塔。 哼,封印我这么多年,它还有理了,现在我自由了,我一定要为我母亲报仇。 以你的领悟能力,最多在上一层便是你的极限,若是你想为你母亲报仇,这样的实力,根本对付不了巫族宇宙的人,若是留在此塔,日后可借助此塔,拥有无限可能,当然,这一切的决定圈,都在你自己。 所以,你想我继续待在塔里,帮助它成长,有你们在,它不会有危险的。 我们已是规则之外的人,过度插手,就会再次陷入僵局。 对,十三已经那么强了,为何还要这么折磨这小子呢? 为了这片宇宙的安全吧,当年这塔进入这片宇宙,它就不断地囚禁天地监制强者,后来被十三收复封印。 十三发现,它囚禁强者是在修复某个人。 修复某个人? 是的,十三担心,对方是狄飞有,于是强行切断了此塔与那人的联系,而子墨也是他选择出来,唯一能与此塔契合的存在。 如今你已经自由,后面怎么选,全看你自己。 这里是,好疼,一点力气都没有了,这应该就是反噬带来的反应吧。 醒了,两个坏消息,你想听哪个? 修为禁师,废人一个。 挺有自知之明的嘛,这算一个吧。 另一个呢? 鸿蒙塔上面几层的封印,有松动的迹象,搞不好里面的家伙,已经苏醒了。 还有救吗? 可能有救,也可能没救。 明白了,听见游命吧。 倒是挺乐观,能起来吗?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暗语。 真正的暗语? 这不就是暗语第九层吗?传闻没人赶进这里,说这里危机重重,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 急傻,冥王,我知道你在这,出来吧。 五一,好久不见,太太你是想通了。 废话真多,我刚进入这里就发现你了,有事来找你。 爱莫能助。 我还没说什么事情呢? 我知道,你想要冥王剑,帮助这小子恢复。 没错,你就说戒不戒吧。 我已不是冥王了,想要冥王剑,你需要找现在的冥王。 杀,你退休了,什么时候的事情? 你是冥王,冥界的那个冥王? 曾经是。 别打岔,你说你现在不是冥王。 据我所知,只有上一任冥王死亡,冥界法则才会选择新的冥王。 可你现在还活得好好的,为何? 想知道原因,你去冥界不做知道了。 去冥界?算了吧,那地方阴嗖嗖的,我可不想再去了。 前辈,我是傅师叔他们和两个兄弟进入冥界了,你有办法帮我找到他们吗? 有,不过你现在的状态,进入冥界后你就彻底出不来了。 多是他帮你的话,或许可以。 石方,你什么意思?总惦记着让我进入冥界,怎么?这是憋着什么坏吗?再说了,冥界那么特殊,我没有任何辅助也进不去啊。 九幽魂翻,靠,忘记这小子身上还有这东西了。 你不是想要冥王剑吗?帮法帮你找好了,至于进不进去你自己看着办?我看这小子跟废人差不多,实在不行,让他进入冥界,重新轮回也行。 滚犊子,他轮回了,老子咋办? 算我倒霉,小子,九幽魂帆拿来。 哼,我去冥界一趟帮你将人带回来,顺便看看这家伙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。 你为何要如此帮我? 因为老子现在看你顺眼,这个理由行不行? 请。 别默记了,冥界之行我帮你走一趟,记住,你欠我的,以后若是我需要你帮助的时候,你可别给老子推脱。 放心。 希望他看到新日冥王之后,还能像现在如此轻松吧。 多谢前辈,晚辈告辞。 子墨,你等等。 前辈还有事? 这是? 此剑名为冥王剑。 啥? 冥王剑? 不是说冥王剑在冥界的吗? 你框他? 冥界又要剑他之人,他必须走一趟,言归正传。 这把冥王剑由镇魂石打造而成,它不光是一把剑,还是一种冥界法则。 若是你能够掌控,对你而言,就相当于开启一扇新的大门。 我如今的状态,根本无法电话,给我也是让我死得快一些。 这么说,你要放弃。 能不能等我伤好了,再来获取此剑? 你现在只有两种选择。 第一,选择现在接手。 第二,选择放弃。 若是你连收服这把剑的勇气都没有,那只能说我们看错人了。 你呢?还有谁? 现在还不到你知道的时候,有一点神秘不是挺好的吗? 多谢前辈。 记住,这把剑来自冥界,他日这个人情是要还给冥界的,明白吗? 明白了。 接下来我会帮你,至于能不能收服,就看你自己的意证。